歡迎回到現場 我想剛剛我們經過一番討論之後 我們知道台灣人還是有一些水準 到底這個水準是不水準 當然人家給我們的評語也很重要 有人在舉手是不是 因為店長 我想說我來到這邊這麼久 可不可以幫我講一下 你第一次舉手說要講 不然人家不知道我柔柔有來 而且你叫他院長 你知道他是什麼院的院長嗎 我知道 我院院長 不是 行政院院長 不錯 我們家也有電視 講這樣 柔柔柔柔其實說很服 剛才講到說沒水準的 其實我剛才阿嬤在講的話 我有聽到就是說 說那個狗有沒有 晚上的時候 牠不睡覺 然後一直在那邊一直叫… 很吵 你剛才 你可以說那隻狗是神經病狗 還有一種最沒有禮貌的就是說 你看我現在我是經紀人 有時候我要帶六月 帶怡龍牠們到這個 比如說大陸 內地那邊 跑來跑去 你知道很傷腦筋的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想說回台灣的時候 坐個飛機兩三個鐘頭 想說在飛機上面好好休息一下 結果一上去之後要休息的時候 等飛機那個有沒有 安全帶那個扣環燈打亮的時候 噹的時候 你可以解開的時候 旁邊那小孩子就一直哭了 一直哭 哭到要落地的時候 牠又不哭了 你說那隻狗很吵就算 你可以說牠是神經病狗 那個小孩子我可以說牠是什麼嗎 那不行 這個我們要原諒一下 因為小朋友在飛機上的時候 因為倉鴨不一樣 他會受不了 那我希望說有些父母 你們把你的小孩子 你前一天要坐飛機的時候 你前一天就不要讓他睡覺好不好 你當天要坐飛機 你前一天不要讓他睡覺嘛 你這樣說法是不對的 柔柔 能夠叫你不要睡覺 叫你不要吃飯嗎 你長那麼胖 但是我不會吵人啊 對啊 你不能這樣 院長 你知道 好 那我現在剛才講的 這個是比較沒有 No class 你剛剛講的是沒有水準的距離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就是 牠的水準原本差不多這麼高 但是他跨越牠的水準 牠現在水準變那麼高 就是說其實我們演藝圈 有一位就是跟我長得很像的 白雲哥你知道嗎 那你說白雲哥呢 牠最早牠是 眼而優則邪 就是牠眼而優 牠以前演戲 牠眼而優 牠演得不錯 什麼北海牠也不管 優是優啦 牠優沒有人字編 對啦 然後牠後來就 牠優哉的在演 對 然後就被諧星嘛 然後你知道嗎 牠現在是邪而優則唱 就是說牠當諧星的時候 牠現在又要唱歌了你知道嗎 因為牠在下個月 那九二 牠會不會唱而優則出 出什麼 出寫三集或什麼那不可能 不是 唱就出三的那一邊 出三的那一邊 你聽我講 你怎麼那麼有默契 我本來是說出三 四 五 六 七 學友哥還有那個院長 我希望你聽我講好不好 我是覺得說其實白雲哥 他滿厲害的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都說他膽子夠大 對 因為他敢這種歌聲 他敢出來唱歌 但是後來我看來聽到 學友哥唱現場的 也不是他膽子高 是老闆膽子夠大 對啦 不怕賠啦 不是啦 可見這個老闆一定欠白雲哥 很多錢你知道嗎 那我在想說 其實白雲哥有這麼大的 他這麼過利 他希望就是說 他不僅只有 到底要表達的是什麼 我會表達就是說 他不僅平常在綜藝節目上 帶你給大家歡笑 他希望連唱歌 也可以帶給大家歡樂 所以他的主打歌叫做 Happy 吃百里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加油 我們要… 我們要聽白雲哥 加油 好 我想現場的掌聲 可以說相當的奚落 非常勉強 但是也是另外一種鼓勵 不過剛剛他這樣講的比喻 不是很恰當 因為小朋友是沒辦法 有時候在坐飛機的時候 我們要多體諒 對 我記得這個 台字元他的小孩子 很小的時候 大概只有一歲的時候 在飛機上 那個… 飛機上有一個很胖很胖的胖子 坐在那邊 他一動就不敢動 一個美國人坐在那邊 他在… 他的臉上摳來摳去… 然後他們覺得很不好意思 說抱歉 但是那個… 那個胖胖的男生說 He can do anything with me 他可以在我身上做任何事情 所以這個老外都是很愛笑 還是我們也要有這樣子的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阿虹之聲 馬上回來 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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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來了 阿虹 妳是… 我是來做你的啦 妳做做你的啦 妳是誰啦 妳是… 三明熟 妳說沒有啦 對啊 平熟喔 這樣就有聲啦 奇怪 妳今天怎麼做一日助理喔 對啦 妳喔 對啊 好吧 別說什麼 讚 我還要去… 我還要去啦 你怎麼把我叫啦 你叫…我自己叫啦 五四三的叫 阿虹之家歡迎大家來唱聲 我是阿虹啊 我是阿… 阿虹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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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稍微聽這種朋友的觀眾 都會講 報道大事情 就說歌神 歌神中學友 來我們台北小雞蛋開演唱會 她說什麼 觀眾朋友都很有資訊 這都是 歌神中學的功能啦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這個歌神中學友 一顆練回來 來我們台北小股 小雞蛋就對了 開演唱會 一顆練回來 馬上練習開四場 這個演唱會裡面 每一天都要唱三點鐘 剛才唱歌 跳舞 還會表演一直在 阿虹 你一直在買什麼 因為買這個太陽餅 還有比較空手 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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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在這裡 沒有 剛才我每天都要一直買 我說一直買 一字麻啦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誰一直在亂 最重要的是說 聽眾朋友 張學友 近年幾年已經50歲了 50歲 90歲做這種動作 你看他多厲害就好 對 你如果50歲 你怎麼會一直買 我不會一直買 我會一直開 不會啦 我也一樣可以一直買 重點不是在這裡 重點是說張學友他就說 他說台灣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都有夠有追蹤 這是什麼 這是他自己嘛 他自己這麼勇敢 你知道嗎 他每一粒要唱的裡面 都唱三點鐘 尤其是第三條 第三條他唱35條 我裡面 他只唱不到一個音 他趕快唱不到一個音 他才跟觀眾朋友放下 他說 放下囉 我從頭吃個音囉 還有觀眾朋友 就跟他過手囉 就觀眾朋友馬上 就跟他扶著 鼓勵 跟他吹下去 但是你要知道 聽眾朋友 你開始說這人是選舉的地方 馬英九你如果說到話 我跟你說 他跟他演唱 演唱 演唱 我又加演唱 不然就是五頓 他說我那個碼頭 那個碼頭 我台下的觀眾朋友 早就已經被 這樣就已經被避免了 總共這一集 張學友說 台灣的觀眾朋友 都只有幾歲 直接成功是 張學友說囉 來這裡聽眾朋友 看來 阿豪姐姐妳好 阿豪啊 我都不相信你能表演一次嘛 你不相信我能夠表演一次嘛 我跟妳說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能夠表演一次嘛 你答對了 來 阿豪姐姐 阿嫩 我就不信你能表演一次嘛 我真的會 這個我真的會 不…時間妳要不夠了 來 阿豪姐姐妳好 阿豪啊 我覺得我學長學友很聰明 妳學長學友這麼聰明 沒有你學會… 我問妳有在… 等一下 誰不看妳意見 有人在家看著棒球轉 沒有 結果看著 這個路邊又劈腿 怎麼呢 這一種都是 電視台公路啦 各位 請來聽這種朋友 妳如果看過壓球轉播的時候 妳就知道 那點壓師 有時候比賽過程當中 都會拍一些觀眾朋友 有的… 給她拍一張 讓妳正在狗頭就對了 但是一個內藏 她快點在看壓球轉播的時候 看到她的身體 跟另外一個男人在那紅毛 看到她的身體頭 快點把她放在這個男人 在她的身體頭裡頭 好 我跟妳說 下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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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喂 喂 妳在哪裡啊 我在家裡睡覺 現在幾比幾了 2比0 我跟你講 看到那個安排有多精采 我的天啊 我簡直就要飛進場內了 我的天啊 你看看 黏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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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廚牌 是不是這艱苦的 你聽我告訴妳 這艱苗書 異鄉都在那些廚房裡面 都放一些米露 這如果去那些廚房是夠的 我告訴妳 事情就要被人家這麼大條 妳知道嗎 這樣 阿翔 我去秋山 我會很緊張 妳有什麼緊張 你不會啦 拜託 那艱苗書 你看我們這份庭 這世代怎麼這麼舒服 他們怎麼去 妳要煩惱 我都叫他出名了 真的 我就不太聽了 所以我這一回 這個女兒 小孩子快點在家 看電視專門 看人家剩下劈腿了 快點 叫他快點看到 所以這一次都是 電視代工了啦 問題今天節目到這裡 後面繼續收看 阿鳳這聲音樂啦 阿翔 我跟你說 我知道我有看那一張轉播 我有看到 錯的 無謀 對 而且他的頭 又放在一個男人 竟然到頭上管 呃呃 那個男人是跟我一同名的 對 有耶 有一樣啊 那個我啦 什麼 這是那個米魯 就是那個我 你知道嗎 來 téléphone 來 過來 嚇砸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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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